由黃牧師分享到 藉著西內半島星圖的發現 讓我們知道 神級與被提供的辛苦、石安教會的能力 不單單是一種可以無限次時空穿梭的能力 另外,必定還穩陷著一種 我們現時尚未知道 但絕對比我們想像還要龐大、更可怕的能力 甚至足以讓我們完全操控整個宇宙和人類歷史的進程 在歷史中製造各種龐大的共同信息 同時,亦不會產生任何蝴蝶效應 影響石安教會一日都不偏差地跟隨神的歷史 此外,入黃牧師亦一在於信息中強調 在歷史中不斷製造共同信息的一群人 必定是我們石安教會自己 而不是神親自去做 或是神假守於天使去做 為何入黃牧師要這麼強調 甚至一再重提這一點呢? 為何入黃牧師會這麼肯定 這一群在歷史背後 為石安教會製造共同信息的人物 其實就是將來的我們自己呢? 首先,我們要明白 百利行之星星徒之所以存在 目的是什麼呢? 就如二千年前 天上的百利行之星 他的出現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指向救主耶穌基督 唯一正確的出生時間和地點 因此過去五年 我們所發現眾多地上的百利行之星星徒 其實一如過去指向主耶穌的出生一樣 地上的所有百利行之星星徒 亦是為了指向某一個人 某一個群體 而這個人物和這個群體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知道 正是入黃牧師和石安教會 然而 當入黃牧師發現了西內半島星徒 甚至近兩星期 關於石安教會北上圖爛演習 陷阳和秦始皇的共同信息的時候 為何這一切歷史上最龐大的建造 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和人物 竟然都只是為了印證石安教會而發生和存在呢? 沒錯,因為無論是西內半島星徒 或是碼頭角十三階、宋皇台和聖山 深惑咸陽和秦始皇的一切建造和歷史 根本都是為了指向某一個人和某一個群體 在種種印證和共同信息下 我們真是仿然大悟 明白了很多事情 貫通了以往眾多線索 為何入黃牧師的出生地碼頭角十三階 會包含了數字十三 因為以色列人的支派 包括利未支派在內 共有十三個 而主耶穌的門徒 包括後來的保羅 一共有十三位 聖經之所以會出現十三個支派 十三位門徒 因為這是一個隱藏於歷史中的共同信息 為了指向創辦石安教會的入黃牧師 其出生地就是有十三條街的碼頭角聖山 為何聖經由創世記者啟示錄 所有歷史發生的地點 都只環繞在埃及、西內半島和以色列 其實這些對於聖經中的人物而言 並沒有多大意義 然而聖經一切人與事 都集中環繞在這些地方 原來因為這幾個地方 是一幅極為龐大的百利行之星星圖 為了指向入黃牧師和石安教會的時跡 甚至為何藥室要被賣為奴到埃及 為何諸耶蘇出生無奈 仍是嬰孩的時候 他們一家就要往埃及逃難呢 因為這些同樣是指向入黃牧師和石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指向將來的他們同樣會因為逃難 而暫居地球上另一個 與埃及有著相同設定的地方 咸陽 有例如 為何秦始皇要對應天上的天馬座身軀部分 建成世上最龐大最宏偉的宮殿 咸陽宮呢 當然 同樣是為了指向將來的石安教會 印證他們不單是天馬座騎士 並且會去到咸陽站居 所以秦始皇才會建造這座指向天馬座的咸陽宮 印證和預言將來的石安教會 會在這裏留下這個時跡 有例如 為何宋末皇室會逃難至香港 近一度定居於碼頭角聖山 沒錯 當然也是為了印證將來在這處出生的日華牧師 將會成全照是這個失落的皇者為分 但是 我們尚未解答 為何這一切世上最龐大的建築 最偉大的聖經故事 最改變歷史的事件 最厲害的皇帝 竟然全部都指向同一個人和同一群人呢? 因為 這一切 是要成為一個路牌 或者是一個招牌 用作指向石安教會的身份 請大家試想想 如果單單一個用作指路的路牌或者招牌 已經是如此偉大的話 這樣 他們所指向的真命天子 其永恆身份和價值 又應該怎樣鼓勵呢? 當然 任何人都知道背後所指向的對象 必然是超越這一切最龐大的建築 最偉大的聖經故事 最改變歷史的事件 最厲害的皇帝 而且不是超然一點點 而是比這一切更龐大百倍 偉大百倍 厲害百倍 對歷史的影響力 亦強大百倍以上 試舉一個實際例子 假如是一間珠寶店 試問珠寶店的招牌 或是指向它的廣告牌 怎樣能夠與店內的珠寶相比呢? 我們可以作用一個更誇張的對比來理解 一個標示珠寶價格的價錢牌 上面可能寫著一千萬 然而這個價格所指向的是這個價錢牌本身 或是它所標示的珠寶呢? 事實上 這一個寫著一千萬的價錢牌 與它所標示的珠寶的真正價值 又怎樣可能相比呢? 兩者的價值何止相差百倍 根本完全沒有可比性 所以我們能夠理解 為何只向入話牧師和社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不是一句預言 一張草紙 一幅壁畫的印證 而是大量極龐大和偉大的事物 因為神要向我們 甚至向全世界超市 在神面前 日和牧師和石安教會的價值 比整個宇宙 整個地球 整個人類歷史 都更加偉大和有價值 而且是百倍以上 遠超世上所有最偉大帝國、君王、規劃和建築的總和 在神眼中 日和牧師和石安教會 就如神眼中的同仁一樣 是極之珍愛的無價之寶 神明天 陪険